今天我們要看第八章 講市場結構、廠商收益跟利潤 通常講收益都把它講成利潤 這裡有市場結構的分類 市場類型跟廠商的收益利潤能數 廠商的生產當然是要看它的收入跟成本 這個來決定它到底要生產多少 然後定價是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不同的類型市場 當然不同的類型 包括完全競爭、獨佔性競爭、寡占等等 在不同市場狀況之下 當然就會有不同的定價方式 還有生產的決定 這個當然都是連鎖關係 所以廠商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力 當然第一個取決 它的競爭者有多少 然後產品是不是同質或者是抑制 另外一個就是資訊的影響 再來的話就是市場進出的容易程度 半導體市場當然在某個程度上好像競爭蠻激烈 但是都有技術上的門檻 再來的話 投資也要相當多的錢 所以台灣的台積電之所以會有這個號稱 富博神山 然後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地位 這個自然是有它的原因在 好往下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市場結構是完全競爭的話 廠商的加速非常的多 其實買方也是非常的多 那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影響市場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影響市場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價格的接受者 那產品的話就是同質 那所謂的同質或者抑制 其實是看消費者的感受 那東西到底一不一樣 這個其實是看消費者的感受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現在很多人都會買不同品牌的電腦 那比如說華碩 或者是這個 紅機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很多國外的品牌 HP Toshiba IBM PC 然後這個聯想 非常多不同的品牌 那當然這個東西到底 以不一樣就是一個問題 那各位可以了解 這個代額的電腦 HP的電腦 Toshiba的電腦 好像都可以賣的比較貴 但是如果各位仔細想一下 那個半導體 第一個裡面牽涉到的東西硬碟 幾乎大概就是WDXCGAY 這樣子的這個硬碟製造商 那螢幕的話 也差不多就只有那幾家 那如果是講這個CPU 那個中央處理器 那抱歉就只有一家 就是Intel 那裡面不管記憶體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 半導體元件 那其實簡單的講 都就是國際牌 台灣的有三星的 這個到處都有 所以 這個我們就光從電腦 這個東西來看 不管是筆電還是桌上型電腦 雖然掛的不同的品牌 其實到底不一樣 但是各位就可以了解 如果是Sony或者是Toshiba 還有HP的這個電腦 好像就給賣的比較貴一點 事實上 到底裡面的東西不一樣 就各位看得辦 在我的看法 好像沒有什麼一樣 那更正 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如果 尤其你來看那個CPU 都是Intel的 那當然如果你講工作站 或者是這個伺服器 可能還會有多一點不同 但是在我的看法還是很有限 所以我們如果只從 電腦這樣的產品來看 或者是螢幕都一樣 裡面的半導體元件 這個 你要說它不一樣 我覺得是很難 但是 就看消費者的感受 就跟現在的車子也一樣 我們說車子當然有 日本品牌 美國品牌等等 但是如果我們拿 美國地區的車子來看的話 其實很多元件 大概零件引擎等等 就在美國生產 但是把它運到 比較便宜的地方去組裝 比如說墨西哥 或者是這個加拿大 所以很多車子 你說是德國車 這個有 有時候覺得蠻怪的 那當然如果從汽車的角度來看 那個引擎的話 當然就各個不同 BMW或者是Volkswagen 那GM福特等等都會有不一樣 還有Toyota 那個Honda本田 但是你看輪胎或者是 鋼等等這些東西 到底有什麼差別 這也是一個很怪的現象 那另外一個 我們看很多不同的汽車公司 他們其實彼此之間都有合作 比如說 我這個95年96年在美國買了一輛 這個GM通用汽車的這個車子 那事實上它根本就是跟這個Toyota 豐田合作的 那個叫做PRISM 其實跟Corona幾乎也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有時候 這個因為是日本車 或者怎麼樣就可以 這個賣高一點的價格 說起來是蠻荒謬的事情 那福特跟Mazda有合作 所以其實很多公司都在合作 那所以產品是不是同質 這裡只是在藉由這幾個例子 跟各位講 那個同質 其實是看你的感受 其實說實在話很多東西 這個基本上是沒有太大差別 但是因為掛了品牌的關係 那當然在完全競爭的市場 我們會說這個資訊是完全的零通 也就是資訊充分 大家都知道這個東西 它到底這個有哪些性能等等 那如果拿電腦來看的話 這個就更複雜 有什麼幾核心的 或者什麼i7 i5 這個其實根本搞不清楚 所以說實在話 這個買賣雙方要有充分的資訊 這個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那尤其是買方 對這個資訊其實是更欠缺 那當然 通常賣方借值就可以 這個 做一些不同的這個定價策略 那完全競爭是可以進出容易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長期來講 它的利潤一定等於零 那我們說的利潤是講經濟利潤 也就是它沒有多賺 它就是賺到它可以賺的 比如說我們講去夜市擺攤 那假設它整個營收下來 剩下這個三萬塊錢 那這個三萬塊錢 可能正好就是補償它的工資 我們所說的是 會計利潤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這個經濟利潤一定是零 那當然 短期可能廠商會忍受損失 長期沒有任何一種產業 這個廠商會忍受損失 所以對完全競爭的這個廠商來講 它是一個價格的接受者 那這裡 課本舉這個例子是稻米 這個其實大概吃的東西 大概都蠻接近 只要你不是吃什麼太奢華的波士頓龍蝦 那個一般的米 青菜等等 這個大概都是完全競爭 那獨佔的話就只有一個廠商 那當然 到底是不是獨佔 那其實要看替代品 比如說我們要從這個高雄到台北 那其實有很多方法 可以做這個高鐵 也可以做火車也可以做客運 客運的話選擇更多 阿洛華核心 統聯等等 甚至於你還可以自己開車 或者是你可以騎摩托車 甚至於你想 哪一天瘋狂起來也可以騎腳踏車或者是走路 那但是如果你說要在一兩個小時之內 一個半小時或者是兩個小時之內要到 台北從高雄到台北 那當然 這只有高鐵一架 那這個 所謂的資訊不靈通 其實某個角度來講 也不見得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如果用高鐵來做例子的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高鐵的這個 它的提供的服務是什麼樣子 當然 這個獨蛋者要能夠進入這個就很難 因為 這個高鐵的投資非常多 那除此之外 有的是因為法律的因素 比如說 我們經常跟同學講回要尊重智慧財產權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法律規定 這個有人出了唱片 或者是拍了電影 那當然這個就是他的著作權 不可以侵犯 那所以前一陣子就有一個例子 是有人到電影院裡面 那竟然開了這個手機錄影 所以就被趕出去了 那被趕出去了還被罰錢 所以這個有些是法律 那當然寄信的話 一定要找邮局寄 為什麼法律規定的 那另外有一些特許產業 這個當然不見得是講獨佔 但是比如說 你要做金融業要做當鋪 那個當然都要法律席 要開補習班這個也是 但是這個從獨佔的角度看 這個就不太適用 那當然各位知道補習班 有時候它提供這個線上課程 或者是寒授課程 那這個部分 它就有獨佔 你不可以隨便就去複製 或者是把它錄下來 然後轉給別人 這個都是不行的 那某個程度上 這個獨佔者 它可以決定價格 那它可以決定價格 但是會怎麼樣決定 這個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在台灣來講的話 水公司便利公司 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都是獨佔 但是在美國水跟電其實 也算是一個競爭的市場 可能是寡佔這個樣子 那可能是局部性地區的獨佔 我在美國93年到2000年之間 曾經就用過綠電 因為電可以傳來傳去 那所以你就有選擇 在美國電其實也不是獨佔 那今天如果各位 家裡這個空間夠大 那可以來用太陽能電板的話 那當然這個 就另外一回事 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獨佔 要看情況 那比如說我們講這個煙好了 如果你只想煙草的話 那當然某些情況就會有獨佔出現 但是現在又有電子煙等等 那個其他不同的商品 那從獨佔的角度最糟糕的 或者是最明顯的 那就是藥 如果尤其是炎症的藥 為什麼那麼貴 就是因為只指一家別無分號 那哪一個人如果這個身體不舒服 要需要藥來治病 結果你還想要跟這個醫生談價格 跟藥商談價格 那這個簡直是至少果吃 那所以在美國 也一直在討論這樣的事情 就是藥為什麼會這麼貴 那其實當然就跟他的專利權有關 那藥的專利權大概只有17年 好那17年過後 這個藥就可以開放 就有所謂的學名藥 那對消費者來講 當然就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們看到完全競爭跟獨佔 一般人大概就會有這樣的印象 獨佔的價格就是比較貴 那他生產的量又比較少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到時候就會討論到 他們面對市場所做的不同決策 那寡佔的話是他的這個廠商數目少 那東西的話可能同質可能異質 那因為寡佔就只有幾家廠商 在這個情況下 那資訊的流通當然就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寡佔的市場 這個市場進入 跟這個退出 當然就有一些困難 剛才我們看到獨佔 不管是法律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那當然就是一家別無分號 所以高鐵 當然你有本事也可以做 但是這個太難了 因為這個進入障礙太高 所以實質上他也算是一個無戰 這個寡佔的話 因為整個市場的流動其實是 蠻有限的 那為什麼只有那幾家器材公司 其實也很簡單 你要 第一個生產技術就不是那麼容易 第二個 這個 要生產這些 這個汽車 你要了解說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很多的這個進入門檻 那再來的話是消費者 他的這個偏好跟選擇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 其實也想進入汽車市場 比如說 這個王永慶的女婿 弄那個台塑汽車 結果到最後也是搞得亂七八糟的 這個雖然說王永慶號稱精明之神 這個做什麼都可以賺錢 但是這個其實就很麻煩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結果最後這個失敗收賞 那所以這個要進入這個市場不容易 那當然寡讚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他只有這幾家 所以這個對價格的影響力當然是有 那我們講這個汽車公司的話 舉幾個例子 如果各位買車 要買這個福特汽車 真的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 如果你談價格的能力不是很好 那結果你買貴了 你問到別人買的比較便宜 真的會吐血 那相對來講 很多人喜歡買本田汽車 那因為本田汽車根本不跟你談價格 那對很多人來講 第一個當然是他的品牌 這個有稅無力 再來的話 這個很多人相信 相信他這個價格定的也算是蠻公道的 所以有時候 這個有一些車子或者一些東西 他不太跟你講價格 那這個當然也是因為他 他在市場上有一定的定價率 才會這樣子出現 另外一個 獨佔性競爭 那這個獨佔 有時候也叫做寡佔 Sorry 獨佔也叫做壟斷 也叫做專賣 也叫做公賣 所以以前 台灣有個煙酒公賣局 所謂的煙酒公賣 其實就只有他能賣 專賣公賣都一樣 所以獨佔 壟斷公賣 專賣 這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獨佔性競爭的話 他廠商數目非常多 所以我們看到完全競爭跟獨佔性競爭 廠商數目都很多 然後進出市場都很容易 所以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們最後的這個經濟利潤都會是零 因為只要有賺錢就進來 然後賠錢就退出 所以到最後 因為廠商的這個加入會退出 會讓整個市場他的經濟利潤等於零 那獨佔跟寡佔的話 短期就不是很確定 但是長期的話 他的經濟利潤 應該都是正的 應該都是正的 當然我們不能夠確定他是零 為什麼呢 因為廠商要加入或推出都非常的不容易 那獨佔性競爭的話 這個產品是抑制的 那剛才我講過 東西到底一不一樣 同質或抑制 其實完全是看消費者的感受 所以比如說我們這裡所談的 比如說這個便利超商 便利超商加油站餐廳等等 這個就是很多 那我們講餐廳不見得講特別的餐廳 比如說美額家美額美 成間廚房等等這些 那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店非常多 那你會一般人 常常去的加油站便利超商 大概就是家裡附近的 那所以他們提供的汽油 飲料食品泡麵等等 大概都一樣 可是呢 有一點不一樣 地點 所以你會去比較 到這個離家近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因為這個方便 那所以呢 這個產品某個程度來講 就是抑制 那這個最大的抑制是講 這個地點的不同 雖然這個產品本身 它的這個品質是大概一樣的 但是因為地點的不同 所以就會造成它有差異 好往下 所以這個獨佔者一加 寡佔加速就變多 獨佔性新增又更多 那完全競爭的話是最多 那對這個價格的影響 獨佔最大寡佔 再來獨佔性競爭 完全競爭的話 就變成價格的接受者 那這個廠商進出是產業的這個容易程度 獨佔的話是完全沒有辦法進入 寡佔的話呢 對有一些困難 那獨佔性競爭的話就變得容易 完全競爭是完全可以自由進出 那這個消息是不是充分的話 獨佔呢 是叫做完全不充分 那某個程度上其實不見得是這個樣子 但是在這個 不管是哪一種產業 那個買方的資訊總是會比較少 賣方的資訊總是會比較多 像比如說我們講這個藥好了 藥 那事實上藥的資訊也是蠻多的 但是這個它的功效真正的結果怎樣 當然某個程度上就不是那麼明確 那當然這個只賣某一種藥的廠商 當然會說它比較好 所以有些藥它的版權已經過期了 但是因為它在做藥的過程 有特定的製程方式 那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有的醫生甚至會告訴你 雖然有學名藥就是一般的 這個其他廠商所做的這個藥可以用 但是呢 他還是要你用這個Granet這個廠牌的藥 其實是某個程度上是有問題 但是anyway 有的人想省錢就會用 這個選民藥 那寡讚的話 這個資訊就稍微再弱一點 那獨斷性競爭跟完全競爭 當然是資訊充分 但是我們講過 資訊充分只是一個假設 這個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 買方的資訊總是比賣方來的少 那我們在其他的例子可以看到 尤其是買賣房子 到底那個房子是不是這個 凶宅啦 或者是有發生過其他的事情 那再來的話是車子 有沒有泡水車或者是這個 事故車等等 這個都是很大的提問 所以消息 訊息是不是完全零通 某個程度上 好像是有點可遇不可求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完全競爭 這個是我們講最有效率的市場 到時候我們會解釋 那獨佔的話會有差別局下發生 講到差別局下的話 這個就問題很多 那比如說 我們現在台灣都有健保 都有健保 那所以 這個一般人看病 這個事實上都是蠻便宜的 可是問題來 有一些藥蠻特別的 那有什麼特別的功用 所以 某個程度上台灣的醫療品質還不錯 但是有時候 當然我們從病患的角度看 就覺得好像醫生或者是醫院 想要多賺錢 就會告訴你說有一些東西 如果是用這個 不是健保給付的藥 好像品質會更好 然後就可以比較耐久 那就會有這種差別取價的情形發生 那在美國其實也是 尤其我個人的經驗 這個曾經因為看牙齒 那個真的非常的貴 但是因為是學生也沒有什麼錢 結果醫生竟然就給我選擇分級付款 我了解在台灣好像有時候也會有這種現象 但是在美國的話 他是醫生主動講的 所以 第一個 因為 看病是非常特別的 我如果要做個假牙 不可能把這個假牙轉換 再來的話 這個醫生可以看我的身份 所以可以收比較低的價格 因為如果他價格比較高的話 其實我不願意做 那所以這個醫療市場 這個差別取下其實是蠻特別的 那所謂的這個差別取下有分三級 那我們大概只講第一級 二跟三的話 某個程度上不是太明顯 但是也會提到就是 那第一級的差別取下是 獨佔者完全掌握消費者的需求 所以本來這個需求線對 這個獨佔廠商來講是一個平均收入線 也就是他一單位可以賣多少錢 但是如果 他知道消費者的底價 那這個時候 這一條平均收入線 需求線 就會變成邊際收入線 那有沒有效率 我們來談到效率 獨佔市場有時候也很有效率 尤其是如果在第一級差別取下的話 這個其實獨佔者是有效率的 那效率跟完全競爭一樣 只是呢這個在獨佔者的情況 這個消費者盈餘全部都不見了 全部都變成這個獨佔廠商的收入 那寡佔的話呢 他價格會比較穩定 因為相對來講 這個每一個競爭對手 每一個廠商 他們都要彼此 這個注意 那個定價策略 那如果太多的這個價格競爭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是不利的 所以 在寡佔市場 我們也經常看到 有人會被告 告什麼呢 告他們聯合壟斷 所以一群人聯合起來 這個 壟斷這個市場 那這個東西發生在面板 曾經台灣的友達 這是導大美 這個被三星給 應該叫 背叛也可以 就是跑去告 然後結果呢 他就因此而損失 那這個主管 據說據悉 還是被判刑 那再另外一個是航空市場 不管是太平洋航線還是大西洋航線 都有人作弊 那所以寡佔的人 每個人都想多賺錢 人之豬 性本攤 性相攤 習更攤 人就是攤就對了 那所以難免都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那跟各位提醒 美國人 美國的法律也是蠻怪的 那有時候就有人會做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如果有人聯合作弊 那有一個人跑去接壁 也就去舉發 那這個舉發的人呢 就變成無罪 然後其他的人當然就會被起訴 抓住官或者是罰錢 那所以經常有人會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有的人就是搞不清楚 這個同意跟人家作弊 那這個其實 台灣的華航跟長榮航空 曾經在這個好幾年前 被美國罰了好幾千萬美金 那這個 太平洋航線的話也一樣 跟著那個大西洋航線一樣 所以 華舟雖然這裡講說價格具有穩定性 但是 這個總是有一些人會作弊 那這似乎是難免的 独戰性競爭的話講是產品的差異性 產品的差異性 那當然我們剛才提到 其實有一點差異 最主要是區域性的這個差異 好 那這個 廠商總是要面對消費者 那當然賣東西就會有 這個總收益 通常我都講總收入 總收入 平均收入跟邊際收入 總收入就比較簡單 TR Total Revenue 等於P乘上Q Total Revenue等於P乘上Q 那這個Average Revenue 其實就是 這個TR除以Q 所以 總收入除以它的這個銷售量 那這個平均收入 那邊際收入是一單位 這個銷售的改變 所得到的總收入改變 一單位 這個銷售量的改變 所得到的收入改變 這叫邊際收入 好 所以這裡就看到 AR 等於TR3Q 那因為在完全競爭裡面 廠商是價格的接受者 所以 不管你銷售量多還是少 那這個價格都一樣 當然各位要了解 如果 市場上賣的東西越多 當然價格就慢慢會下跌 那所以 對整個市場來講 如果量變多的話 價格是會下跌的 但是 重點是 這個 完全競爭市場 個別廠商 個別廠商 它是價格的接受者 那因為 它是價格的接受者 價格不會改變 那所以 邊際收入也是價格 所以 廠商追求最大利潤的條件 是MR等於MC 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 但是對完全競爭來講 這個邊際收入等於價格 所以價格等於邊際成本 這個是 完全競爭廠商 的這一個 追求最大利潤的條件 好 所以 各位看到這邊 完全競爭 個別廠商 這條藍的線 水平線 為什麼 它是價格的接受者 那不完全競爭的廠商 它就會有 面對 這個需求線 然後需求線 這裡還要找一條邊際收入線 那所以 某個程度上 如果 完全沒有彈性的話 那當然 就 這個 需求線就變成垂直線 什麼情況會出現 還是用藥做例子最好 這個 美國有一些嚴正的藥 實在就貴了一大五多 等它 有時候某些因素價格改變 比如說 上漲了 那市場通常都是上漲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會發現 消費者 就等著被剝剝削 因為它沒有彈性 你要命的話 就是這樣子 那從這裡來看 這個總收入線 那就會是一條直線 那但是對這個完全 不完全競爭的這個情況呢 因為 如果它價格 變高了 變太高 其實消費者 買了就會少 所以 它就會變成這個紅色 一個 倒U型的這個 情況 那 這個 總收入線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看 好 往下 所以 看到不完全競爭 那 這個平均收入線 其實就是 這個需求線 所以是P 等於A 減到P乘上Q 那總收入線呢 就是P乘上Q 所以 它就變成 A乘上Q 減到B乘Q平方 那 所以如果是 完全競爭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讓價格等於 邊際成本 那各位曉得 我們前面在講廠商的生產 跟產量的時候 講過 廠商的邊際成本 其實 在 短期的話 平均 變動成本 最低點以上的 邊際成本線段 這個呢 就是廠商的供給 所以 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 P等於MC 我們就可以找到 一個均衡解 那這個 不完全競爭的話 就要多一道手續 你就要先把總收入 全部算出來 就是P乘上Q 那再來呢 再從總收入線去找什麼 找邊際收入 所以是總收入 這個函數對Q來為分 所以就得到邊際收入 那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其實 要再多看的就是 基本上 我們要 確認 二階導數小於0 二階導數小於0 才知道求的是極大值 所以 P MR等於MC 這是一階條件 MR等於MC 是一階條件 還有二階條件來確定 才知道它真的是 這個 求到的是極大值 或不是極小值 不過 我們在經濟學的階段 就不會去 考那些 比較複雜的問題 那 一階收入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看 所以 這個 總收入 等於P乘上Q 對Q來做微分 那各位要記得 微積分裡面 如果兩個函數對一個變數微分 兩個函數相乘 對一個變數微分 F乘上G 然後對Q來微分 那就變成F'G 加上F'G' F'G 加上F'G' 也就是 前面微分乘上後面函數 後面的 前面函數再乘上後面函數的微分 所以得到這個 那這個例子 所以 可以看到P等於E加上Q 然後乘上這個DQDP 那DQDP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可以看到這個是 是 價格序就是彈性倒數 價格序就是彈性倒數 那這個在後面我們 會用到蠻多的 系列也有 那我們這裡看另外一個關鍵 因為我們通常假設一個廠商 就只有一家工廠 如果他有很多工廠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第一家工廠的成本 要等於第二家工廠的成本 要等於最後DN家工廠的成本 為什麼 因為假設他有N家工廠的話 那麼 如果其中有一家工廠的成本比較低 他就應該多用他 那當然你會發現說 邊際成本遞增 那所以他多生產之後 邊際成本就會增加 然後到這個全部工廠的邊際成本相同為止 因為如果有其中一家比較高 你就是少用就可以多賺 其家有一家的工廠邊際成本比較低 你多用的話他會多賺 那同樣的 這個廠商面對非常多的市場 假設第一個市場的邊際收入是1 那這個第二個是MR2 然後到最後是AMRN 同樣的情況也是 他會在這些不同的市場裡面銷售 如果其中有一個 他的邊際收入比較高 當然就多賣 那如果其中一個邊際收入比較低 就少賣 到最後應該是他所面對的N的市場 他的邊際收入都要一樣 那這個在後面 這個我們談 這個獨站者或者是寡站者 他在分割市場的時候 其實會這樣子做 從這個角度看 這個當然也是差別取價之一 我們來看 台灣 韓國 南韓跟日本 其實都常常做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 用內銷來補貼外銷 內銷的市場 通常他的彈性比較小 彈性比較小的定價就會比較高 那所以經常用內銷來補貼外銷 所以在國內賺 然後在國外的話 比如說美國這樣的大市場 因為消費者的彈性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定價高一點的話 這個消費者有其他的選擇就會跑掉了 所以在外銷市場 他的競爭會比較激烈 那所以呢 他的定價就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看這裡 MR 等於P乘上1減掉 彈性絕對值分之1 MR等於P乘上1減掉 彈性價格需求彈性絕對值分之1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這邊你可以看到是 彈性越大的地方定價越低 彈性越大的地方定價越低 彈性越低的地方定價越高 那所以我們剛才談到 這個南韓 台灣跟日本 常常有這樣的現象就是 用內銷來補貼外銷 當然對消費者來講 這覺得很可恨 但是廠商 因為他有獨佔力 當然他就可以這樣子做 而且這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區隔 市場 因為一般人要出國非常的難 所以在1990年代之後 台灣開放觀光 各位就可以看到很多消費者 跑到國外去買便宜的電視 買便宜的微波爐等等回台灣 那說實在話也是 莫名其妙 因為 好一趟國外機票也不便宜 結果你再買那個大的東西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台灣就很少人這樣子做 所以這個 當然台灣的電腦跟美國的電腦 現在價格似乎也沒有差太多 那所以這個開放之後 開放之後 那這個競爭的情況改變 那所以要做差別局下也比較難 但是 基本上 廠商只要有獨佔力 他就可以這樣子做 重點 市場的價格需求彈性大的定價低 市場價格 彈性 價格需求彈性小的定價高 那這個講利潤函數 那 利潤其實很簡單 就是總收入減掉總成本 就TR-TC 那 這個對Q來為分 所以 TR對Q為分得到MR TC對Q來為分得到MC 所以這是一階條件 這是一階條件 那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邊際收入比邊際成本來的高 那當然他就應該多生產 因為 在多生產一單位可以賺錢 相對來講 如果邊際收入小於邊際成本的話 那就應該少生產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會賠錢 所以 他的 這個 這個 追求最大利潤的條件 是MR的MC 那我們剛才也提到 那記得 這是一階條件 那 其實還要確認二階條件 小於0 這個 利潤才是 最大值 如果 二階條件是大於0 你求到的反而是幾小值 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不太會去強調 所以考題 出的話 都也不需要考慮這樣的因素 好 那 這裡有另外一個 做法 所以TR-TC 這是利潤 P乘上Q 這是總收入 那AC 就是平均成本乘上Q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價格大於平均成本 價格大於平均成本 那得到的就是 有利潤 那當然等於他的話 就經濟利潤是0 得到正常的利潤 那 如果價格小於這個 平均成本的話 那當然就賠錢 好 第八章結束 我們來看第九章 第九章看完全競爭 所以 完全競爭的廠商當然沒有辦法 決定價格 是價格的接受者 那他短期的這個狀況跟長期 完全競爭是我們講過 最有效率的市場 因為它是一個價格的接受者 競爭者非常的多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 這個邊際成本等於價格 這是一個決定 廠商這個最大利潤的條件 那在這個情況下 廠商他就會在 邊際成本跟平均成本交接的那一點 相較的那一點來生產 那因為廠商如果 因為如果有賺錢 假設有這個經濟利潤 廠商就會加入 那如果賠錢的話 廠商會退出 所以到最後 他的生產 就會是最有效率的生產 在平均成本的最低點 平均成本的最低點 那剛才講到完全競爭的一些特性 我們就不再這個重複 好 那這個完全競爭的價格 都是市場來決定 那個別廠商是沒有決定力的 所以簡單的講 如果是從這個課本 從考題的角度來看 所以供給跟需求就決定了 這個均能價格跟均能量 那從特別展商來決定的話 他就是價格 價格 那等於邊際成本 那我們到時候就會 很快就會提到 這個邊際成本跟 這個供給線的這個關係 好那我們來往下看 這個黃色的線 看的不是很清楚 這個是 總成本線 那這個 TR 藍色的線 總收入線 那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求利潤最大 其實要求 這個總成本線 跟總收入線 它垂直距離最大的地方 所以如果要找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對總成本線做一條切線 那這個切線 那這個切線必須平行於總收入線 所以 邊際成本的斜率呢 sorry 這個總成本的斜率呢 叫做邊際成本 所以這個時候邊際成本的 大小就要跟P一樣 因為 這個總收入線的斜率是P 然後呢 邊際收入 邊際成本線 這個斜率是MC 所以MC等於P 這是求它的利潤極大 那所以基本上這個圖 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好 那短期 廠商不一定賺錢 短期廠商不一定賺錢 那長期的話 如果它賠錢一定會退出 那賺錢會有人加入 所以到最後完全新增的廠商 它的利潤是0 那當然它的利潤怎麼看 就是看這個價格跟平均成本的這個大小 那各位看到這個小A這個圖 各位可以看到價格 比黃色的這個平均成本要來的高 所以這裡是有利潤的 那再來B這個圖呢 它的價格是比平均成本來的低 所以這是賠錢的 有損失 那第三個圖呢 這個價格正好是跟平均成本 跟邊際成本交接的這一點 那所以它的利潤是0 好那我們來開這個狀況 所以 基本上黃色的這個線是叫做 平均成本線 紅色的這個線呢 是叫做平均變動成本線 那這個橘色的這個部分呢 是叫做邊際成本線 我們來看 廠商追求最大利潤條件 是價格等於邊際成本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P2跟這個C的這個焦點 V2跟C的焦點 這個是在這個情況下決定 這個生產的規模多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消費者的 消費者的 更正了 生產者的這個利潤是0 生產者利潤是0 那如果到了這個P1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一樣這個價格等於邊際成本是決定 產量的這個要件 廠商會決定在這個生產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時候呢 它的邊際成本在低 那它的這個 這個 平均成本在低 平均成本在低 那那個價格是在P1 所以這裡每個單位生產是有損失 在這個情況下是有損失 那我們再看到P0的這個地方 P0這個地方呢 產量的決定點是在A 產量決定點在A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的損失 它的損失正好等於 總固定成本 這個正好等於總固定成本 為什麼呢 因為這時候的價格等於ABC 這時候價格等於ABC 那TC總成本等於TFC加上TBC 那如果我們從平均成本的概念來講的話 就AC等於AFC加上ABC AC平均成本等於平均變動成本 加上平均固定成本 ABC加上這個AFC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 它價格正好等於ABC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損失就會是 這個 總固定成本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情況下 廠商 它 如果生產 或者不生產都一樣 因為不管生產或者是不生產 它的損失都是總固定成本 這個時候如果價格再比這個P0來的低 它的損失就會超過總固定成本 這個時候 廠商就應該要退出這個市場 所以A點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叫做停損點 Shut down point A點這個部分 叫做 Shut down point 所以 完全競爭廠商 它的供給線 短期的供給線是 平均變動成本最低點以上的邊際成本線段 平均變動成本最低點以上的這個邊際成本線段 那這個點也是這個平均變動成本跟邊際成本的焦點 平均變動成本跟邊際成本焦點 這個點就是所謂的停損點 那我們剛才提到 怎麼去看廠商的供給 所以廠商的短期供給就是 平均變動成本最低點以上的邊際成本線段 那長期的話呢 當然就沒有變動跟固定的分別 所有的這個成本都是這個變動的 那所以就是平均成本和邊際成本焦點的 最低點以上的邊際成本線段 那所以供給線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價格齁 在平均成本跟平均變動成本之間 廠商還可以生產 因為它的損失還沒有到 超過這個平這個固定成本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這個價格 比平均變動成本來的低 那當然就是要退出市場 好所以完全競爭的均衡條件齁 第一個是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 那事實上這個邊際收入就是價格 因為它是價格的接收者 那再來的話這個邊際收入的協率 小於邊際成本的協率 這個其實是二階條件 當然它的價格必須大於這個平均變動成本 其實應該是大於等於齁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 有一些這個狀況齁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供給跟需求跟廠商的決定 我們先到這邊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